你对我做了什么? 伊莎贝尔愤怒地问道。 如果眼神是一把刀,哈德逊已经被剁成了肉泥。 满腔的怒火焚烧,怎耐软倒的身体,让他提不起一丝反抗的力气。 整个人都落入了哈德逊怀里,愤怒的美目又平添了几分风情,场面显得格外暖胃。 伸手捏了捏,眼前这张粉嫩的小脸蛋耳,哈德逊笑呵呵地说道。 抱歉,伊莎贝尔小姐,实在是你太迷人了,让人总忍不住。 算了,真话你也不会相信。 那就说点二你愿意相信的吧。 我这人生性胆小。 为了安全起见,在没搞清楚你的来历之前,只能先委屈一下你了。 不过你可以放心,我没有对你下药。 作为一名骑士,这点规矩还是懂的。 最近刚学会一个小魔法,还来不及施展,正好今天请伊莎贝尔小姐帮忙测试一下效果。 纯粹的负面能量,只会让你暂时丧失反抗之力,对身体没有危害。 只要你好好回答我几个问题,身体一会儿就会恢复过来。 毕竟,我也是怜香惜玉的。 简单的介绍,落入伊莎贝尔耳中却是如坠深渊。 颤颤巍微微地说道,你是一名亡灵魔法师。 这不可能。 怎么可能有这么年轻的亡灵魔导师? 除非,你,不是哈德逊子爵。 越想越觉得可怕,伊莎贝尔的脸色瞬间惨白了起来,到了最后连声音都变得断断续续。 如果说追寻真理的魔法师,是一群研究狂,那么亡灵魔法师,就是一群疯子。 落在哈德逊手中,伊莎贝尔还可以努力自救。 对男人的心思,他自认为还是揣摩很透的。 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,他这种娇滴滴的美人,很少有人能够吓得去落手。 可面对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亡灵魔导师,所谓的美色就是一个笑话。 那群天天和尸体打交道的法师另类,在阴气的腐蚀之下,身体恐怕早就丧失了功能。 没有了引以为傲的筹码,伊莎贝尔也就普通的女人表现得好那么一丢丢。 伊莎贝尔小姐,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。 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儿上,再给你一个机会。 你背后的神秘组织属于哪一方势力? 要是不能直接说,也没关系。 我给你出答案,你来做选择题。 不想直接回答,暗示也可以。 毕竟,我这人最重情了。 不把交易对象的身份搞清楚,怎么能够把生意介绍给朋友呢? 不反对,就当你答应了。 叫停。 法兰克亡国。 但丁亡国。 又或者是凯撒三世。 一口气将亚斯兰特大陆上的人族大势力,全部说了一个遍,也不见伊莎贝尔有所反应。 哈德逊眉头一皱,大手变得不再安分起来,吓得伊莎贝尔急忙解释道,大人,我真的不知道啊。 同神秘组织之间,从来都是单线联系。 除了联系人之外,还有哪些成员我一概不知。 从这些年完成的任务来看,我只能大致猜测可能和叫停有关。 至于真假,我真的没有办法确定。 看得出来,他是真的被吓坏了。 落入一名亡灵法师手中,死亡不是最可怕的,更可怕的是死了灵魂都不得安宁。 明白了,原来你只是一个小足子。 看来这笔生息光和你谈,怕是很难有结果。 吃下这颗药丸,回去告诉你的上线,让他们派出能做主的人过来谈。 说完,也不管伊莎贝尔是否愿意,哈德逊都将药丸给他喂了下去。 身体稍微有了点力气,只是伊莎贝尔依旧不敢乱动,老老实实趴下哈德逊怀里,柔声问道,大人,这药丸是。 放心,这是好东西。 只要你听话,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 现在已经不是几百年前,遇到叫停的人,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。 待交易完成之后,你我就个不相干。 要是你不老实的话,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那我就很难保证了。 或许多一句美貌人偶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放心,我的技术好。 炼制人偶也可以保留你的灵魂,帮你长生不老。 当然,你也可以选择告诉幕后的人,赌一把看他们有没有能力,替你解决身体里面的麻烦。 看在大家相识一场的份儿上,我建议你直接找叫黄谭,其他人都没这能耐。 没准他能够请陈希之主亲自出手,替你解决这个隐患。 哈德逊尽情地吹着牛逼。 普通人对亡灵法师的恐惧,更多的还是源于未知。 伊沙贝尔虽然接触的圈子层次不低,但他的歌姬出身,还是很难让他接触到亡灵法师的详细资料。 在外界的传闻中,作为疯子的亡灵法师,那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 不光拿尸体折腾,就连活人也是他们的实验器材。 用活人炼制人偶,就是难度较高的一种魔法。 哈德逊说得越是轻松,伊沙贝尔就越是恐惧。 要是亡灵魔法好破除,亡灵法师也就没有现在的诺大名头。 大人,您放心。 事情我一定会办好的,绝对不会令您失望。 送走了伊沙贝尔,哈德逊又多了一个亡灵魔导师的身份。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唬住,幕后的神秘组织。 可惜伊沙贝尔太过聪明,哪怕进入了神秘组织,也没有去打听不该自己知道的东西。 仅仅是一些皮毛讯息,能够将怀疑对象锁定在教廷身上,那都算是分析能力强。 幕后真相,不到揭开的一刻,谁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黑手。 对顶尖大势力而言,顶着别人的马甲出去搞事情,那是在正常不过了。 坦率地说,哈德逊真希望幕后黑手是教廷,这就意味着他手中的雪月号角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。 要是黑手就在阿尔法王国,或者说是国王凯撒三世,那么大幕揭开的一刻,就是哈德逊自己将东西送过去的时候。 奖励,纯粹是在做梦。 发现雪月号角这等东西,没有第一时间上缴给老大,不被惩罚就算好的了,还想要获得奖励。 反倒是人人厌弃的教廷,现在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。 顶着亡灵魔导师的头衔,正是教廷现在最需要的伙伴。 邪教组织都支持过,再支持资助一下亡灵法师,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 雪月号角,对贵族来说是一块烫手的鸡肋,对修炼亡灵法师的人来说,那就是无上至宝。 手持邪气的亡灵魔导师,若是想要搞事情,场面可不会比上次骷髅会闹出的动静小多少。 尤其是出现的地方,还在敏感的阿尔法王国。 一旦事情闹大,这口黑国教廷背定了。 在受人入侵的关键时刻,跑去给自己人捅刀子,这种罪名可不是能够随便背的。 一旦被扣上了人族叛徒的名头,本就各自为政的晨曦教会,立即就会分崩离析。 各地的教会,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另立教廷。 就算神灵不高兴,倒霉的首先也是教廷总部那帮人。 可以说,从顶着亡灵魔导师的招牌开始,教廷就必须要从哈德逊手中将血月号角给弄回去,而且还是速度越快越好。 沼泽之中,无数兽人奴隶,在不断开挖着淤泥。 身后还有一群农奴,对着两边的淤泥边坡进行加固。 奴隶甘苦力,农奴搞技术活。 分工,精卫分明。 这些都是开发沼泽地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 相对于受人奴隶,农奴的学习能力,还是相对要强一些。 根据哈德逊提供的理论知识,很快就摸索出了一套加固技术。 相互配合着施工,不光效率比之前单干的时候,提高了很多,就连农奴们的幸福感,那也是直线上涨。 看着一块快被分割出来的土地,哈德逊知道今年沼泽地的开发任务,多半是要大幅度超额完成了。 不是下面的人多努力,纯粹是因为干活的人增加了。 原本300多个施工队,现在直接扩充到了500多个。 大批农奴故宫的到来,为山地领的高速发展,注入了新的动力。 在尖挑被扛的时代,人多就是力量大。 无论是矿区生产,还是山地开荒,又或者是沼泽地开发,速度都是蹭蹭上涨。 拍了幼熊的脑袋,哈德逊指着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说道,看到没有,贝尔斯登。 那些都是你的产业,从现在开始,你已经是当代大地之熊中数一数二的富裕熊。 现在带我去沼泽地中走走,看看还有多少地盘没有被开发出来,也好进行下一步的规划。 沼泽地,哈德逊早就想要去巡视了。 怎奈那身不见底于你,就是人类的禁区。 迫不得已,它只能忽悠自家的熊。 虽然不是沼泽地中的生物,但贝尔斯登在这一片地界,那也有着赫赫威名。 沼泽地的开发,也不是一帆风顺。 中途就没少受沼泽生物的袭击,监督施工的军队多次和这些异族生灵交手。 最后还是贝尔斯登出手,对这些来袭的种族实施了毁灭性打击。 侥幸逃过一劫的生灵,现在嗅到了大地之雄的气息,立即就撒鸭子跑路。 哪怕只是贝尔斯登排泄出来的屎尿,只要往那里一放,方圆树里之内都难以见到沼泽生灵的身影。 只可惜每次出动,都是贝尔斯登大爷自己出去玩,亚根尔就不愿意带着哈德逊这个脱油瓶。 以至于沼泽地开发了这么久,哈德逊对这片沼泽也只有一个大致的估计,没有具体的概念。 现在想要在这片沼泽中打通海上交通线,不出去实地侦查一下,哈德逊可不放心。 哈德逊,你该不会又有什么大计划吧? 率先声明,我现在都里可没有钱,本雄最后的棺材本,还要维持日常开销,你就别惦记了。 贝尔斯登一脸警惕地说道,从被忽悠参与哈德逊的领地开发计划开始,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。 又是出钱又是出力,好用的熊脑袋瓜子很快就回味了过来。 可惜投资有风险,投出去的项目经费,自然没有再退回来的道理。 白纸黑字上写得明明白白,想要抵赖都不容易。 看着开发出来的上万亩粮田,不甘心看着自己的投入打水漂,让哈德逊获得全部收益的熊,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一下。 工作的习惯很可怕,从刚开始的抵触,到后来慢慢地适应,持续的时间长了,贝尔斯登也就习惯了每天过来打卡上班。 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,贝尔斯登对自己预留的家底,看得那是格外的紧。 除了用以雄生日常的消耗外,对其他一切投资,都没有任何兴趣。 放心吧,伟大的贝尔斯登先生。 沼泽开发资金还没花完了,不需要你增加资本投入。 按照我的安排,很快就能够进入到收支平衡状态。 对我的经营能力,你完全不需要担心。 现在我只是出去溜达一圈,实地查看这一片沼泽地的面积。 顺便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情况。 有危险的地区,你直接绕开。 挑一条最近的路,我们先去海边看看。 哈德逊努力忽悠道。 说真话,都没有雄信,他也是无语了。 人与雄之间的信任呢,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? 看着一脸犹豫的贝尔斯登,哈德逊忍不住暗自感叹,战斗伙伴的智慧太高,也不是一件好事。 估摸着亚斯兰特大陆的一众兽骑士们,也没有少为这个问题头疼。 被自家魔兽搞得吓不了台的悲催骑士,也不在少数。 麻烦再多,也抵御不了大家对魔兽的渴望。 多一个战斗伙伴,不仅仅只是只是增加了实力,到了战场上更是多了一条命。 万一在战场上打了败仗,有魔兽坐骑带着,跑路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。 根据以往历次大陆战争的经验来看,魔兽骑士的阵亡率从来都是最低的。 只要不是太倒霉,被敌人的强者缠住,基本上都能够跑掉。 放心吧,哈德逊,这一片地界,我早就混熟了。 有本熊罩着,只要你自己不去作死,那就不会有危险。 贝尔斯登拍了拍胸脯,一脸自信地保证道。 看那得瑟的表情,分明就是在告诉哈德逊,熊大也是很厉害的,赶紧夸我。